近15年都没有出过假设检验的问题 所以对于假设检验 咱们就是做一个了解就行了 包括数学记的同学 好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统计学的基本概念 那么这一章主要考点就是两个 一个是考大家三大分布 那就是卡方分布 还有T分布 以及F分布 那这个地方选择题考得特别频繁 尤其是数三的卷种 这个地方总是每一年出一道选择题 来判别一下服从何种分布 那么第二个板块就是统计量的数字特征 咱们在第四章专门讲了数字特征 那个地方是针对于变量之间的 什么期望方差协方差相关系数 而这个地方总是要跟统计学的一些东西 连在一起 要么均值 要么方差等等 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值得咱们留意一下的 因为这个地方呢08年考过一次大题 08年 还有呢就是05年 都是考的大题 所以这是这两年考了大题 这种题呢一旦考成大题 那区分度还是蛮大的 因为我们知道统计学呀 它那个表达式式子写起来比较长 所以呢我们同学也不太喜欢做这种题 所以呢你看08年到今天已经将近是10年没有出过这种题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个地方注意一下大题的可能性 好 咱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往下谈看 先谈一下基本概念以及几个常用的统计量 来看一下 什么叫总体 所谓的总体就是说 研究对象 它的某一项数量指标的全体 就称之为总体 比如说研究这个人的身高 那所有人的身高的这个曲直放在一起 那就是什么呀 就构成我们的总体了呀 这是总体的概念 还有什么是个体呀 总体的每一个元素我们称之为叫它的个体 那这里面一个是总体一个是个体 我们先来称 称大X的分布叫做什么呀 总体的分布 因为我们习惯着用大X表示总体 大X的数字特征称之为总体的数字特征 那么这两个概念呢在咱们书上 你可以看一下 128页第一小节 叫随机样本有总体个体以及容量 容量呢就是说你这个总体中有多少个个体 那有有限个个体 那就是有限总体 有无限个总体 个体呢就是无限的总体 好这是关于总体和个体的一个概念 赞往下 那就是简单随机样本 它是蛮重要的 以后呢咱们统计学都是建立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 叫简单随机样本 什么叫简单随机样本呢 咱们看一下定义 说若X1X2XN 这N个变量 一相互独立 二与总体大X是同分布 总体是什么分布 我们也是什么分布 我们还独立 满足这两条 我们就称你X1到XN 是来自总体大X的容量为N的什么呀 简单随机样本 那么容量呢就是指的 这个呢有多少个个体 X1XXN N个个体 那就容量为N的简单随机样本 以后呢咱们就简称什么呢 简称样本 也就是说 在我们考研中 只要提到样本 没有特殊说明 都是指的简单随机样本 那就是隐含着两个含义 一怎么样呢 相互独立 二与总体同分布 以后呢我们习惯上 总体写成大X 那么这个样本呢 就写成X1 X2 X3 一直到XN的写法 好 大写的叫样本 那么小写的呢 称小X1 小X3 小XN 叫什么呀 叫样本值 以后呢 这一章也是这样来说 大写的表示量 什么估计量 小写的表示值 比如说估计值 做个区分 那么关于这个简单随机样本 它的定义在咱们收上130页 由专门列举了 这个简单随机样本 它的一个定义 那么在咱们书上 第一小节 128 129 和130页 这个第一小节呢 我们只要了解 这两个概念就行了 一个是总体 一个是简单随机样本 那么还有 样本的分布 假如说 总体的分布函数 即为大FX 那么或者说呢 概率密度为小FX 那这就是指的 连续型的总体 或者说呢 概率分布率为P大X 取小X的概率为PI 那显然这个地方指的就是 离散型的总体 好 已知总体的概率密度 或者分布函数 那么 1到N为总体的简单随机样本 那么 这个样本的联合分布函数 叫什么呀 你看 我们知道研究多个变量 我们就称之为联合 好 总体的分布函数为大FX 那我样本的联合分布函数呢 是不是一个N为的随机变量啊 大FX1 XX等于谁呀 它就等于大F N和大F相乘 为什么呢 因为简单随机样本 隐含着两件事情呢 它们之间 是不是相互独立呀 它们之间 是不是与总体同分布呀 你总体的分布函数叫大F 我每一个X字都是大F呀 我们之间有独立 所以N个相乘 就写成什么呀 写成这N个大F相乘了呀 同理 联合概率密度就是什么呀 就是总体的概率密度 成了N字呀 还有 联合分布率 那就是什么呀 那就是总体的分布率 成了N字呀 因为咱们之间是独立的 咱们之间就是同分布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咱们书上就是130页 那个定义的下方写到的 就是样本的联合分布函数 样本的联合概率密度 样本的联合概率分布 好 这是咱们回答的统计学的几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第一小节 咱们只要了解这三个说法就行了 那么教材上呢 有个第二小节 叫直方图和相线图 这一小节 通通把它拿掉 考研是不做要求的 所以咱们直接往下来 那就是第三小节 叫抽样分布的问题 来看第四个 统计量 什么叫统计量呢 看定义 不含任何未知参数的样本的函数 G的小X 大X的1 大X在大XN 好 它称为样本的一个统计量 称小写的G X的1 X在XN 为统计量的观测值 一般就是这样来写 大写的表示量 小写的表示值 大家想一想 X1 X2 XN 它们是什么呢 它们呢 可以认为 是叫做随机变量 你说对不对啊 咱们N个是随机变量 你对我们N个取一个函数 那么取的结果还是什么呀 还是一个随机变量呢 你比如 咱们已经习惯了写什么呀 Y等于G的大X 或者说呢 Z等于G的大XY 咱们前面学的一维的函数和二维的函数 那你XY是变量 通过G得到的Z 也是个随机变量 所以X1 XXN是随机变量 通过G得到的函数 也叫什么呀 也叫随机变量 如果这个随机变量 什么呢 不含任何未知参数的话 我们就称 这个随机变量 叫做统计量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得了解几个常用的统计量 那么第一个 看一下 如果一到N为来自总体的一个简单随机样本 由这个地方出发 我们能构造若干个非常重要的统计量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样本均值 叫X一华 它就等于 这N个X相加 再被谁除呀 再除个N呀 所以叫均值 所以就是N分之一 Z个I从1到N 然后呢 大XI 继承X一华 样本均值 那么第二个呢 叫做样本方差 即为S方 等于N-1分之一 SigmaI从1到N XI 减XD8的平方 特别注意 样本方差 这个地方除的是谁呀 除的是N-1 而不是除的N 尽管是N个相加 但是呢 是除N-1 为什么不是除N呢 因为除N-1 能保证这个地方的统计量 是总体方差的 无偏古计量 这个话题呢 会放到咱们的下一小节 去谈 无偏性的问题 总之 我们要知道 我们概率论与书理统计中 所使用的样本方差 是除的N-1 不能除N 除N的呢 有的书上也写到了 那叫做未修正的样本方差 因为它有偏 把它修正一下 写成N-1 就无偏了 咱们后面会提到 好 这是样本方差 那么样本方差 开一个算术平方根 就是谁呀 样本标准差 那么这两个呢 应该是咱们 这个统计学里面 最为核心的两个统计量 样本均值 和样本方差 那么还有两个叫做局 一个叫做样本的K阶 圆点区 一个叫做样本的K阶 中心区 定义 AK等于N分之1 SigmaI从1到N XI的K次方 样本的K阶 中心区定义 BK等于N分之1 SigmaI从1到N XI-XD8的K次方 那大家发现了 样本的一阶 圆点区 如果K取一就是谁呀 K取一的话 是不是就是我们 这个地方的样本均值呀 而K取一 但是注意 样本的K阶中心区 让K取一 它不是谁呀 它并不是样本方差 你发现了吧 这个地方 它可不对哈 即使K取一 它俩也不是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地方 除的是谁呀 除的N 人家除的是多少呀 人家除的是N-1 所以它俩不能花等号了 好 这个地方呢 咱们学了叫样本的局 咱们前面第四章 最后最后谈到谁了呀 谈到了总体局 是不是一个叫做 E的XK 总体的K阶原点局 和谁呀 和E的X 减格 EX的K次方 叫做总体的K阶中心局 这叫总体局 那我们发现了 前面咱们讲总体局 说过了 它们是个数 但是样本局呢 样本的原点局AK 样本的K阶中心局BK 它们都是什么呀 都是统计量 所以本质上不一样 样本局是统计量 总体局是一个数 它是个期望嘛 好 这咱们回答了常用的 几个统计量看 样本均值 样本方差 样本的K阶原点局 和样本的K阶中心局 那么再往下 就是常用统计量的速度错证 我们经常提到 常用的统计量 有样本均值 样本方差 它们两个呢 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们对样本均值 和样本方差 它的数学期望和方差 咱们做个说明 来看一下 假设总体的数学期望 叫mio 方差叫做sigma方 你注意 我这个地方呢 并没有强调 总体是什么分布 你不要见到mio sigma方 就想到总体是正台分布 本人家讲的 mio和sigma方 只是一个记号 分别代表着期望 和方差 那么总体呢 我这里面并没有说 是什么分布 也就是说 这个结论 不管总体服从 何种分布 都成立 你是指数的 这个总体 还是正台的总体 还是均匀的总体 无关紧要 只要总体的 期望方差有 那么就有 就有 样本均值的期望 等于 总体的期望 都等于这个mio 样本均值的方差 等于总体的方差 除个n 除的结果就是谁呀 n分之四个码方 样本方差的期望 等于总体的方差 就是四个码方 那么这三个呢 咱们要把它记下来 以后呢 这就是我们做大题的理论依据 样本均值的期望 样本均值的方差 样本方差的数学期望 那么这个结论呢 在咱们书上是有的 咱们一起可以翻一下 看一下 包括它的几个证明 好 来咱们一起看书上的 这个相应的问题 关于 这几个的分布的问题 好 翻到书上的142页 142页第四个标题 叫正态总体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的分布 在定理一的上方 有这个说明 假设总体不管服从什么分布 只要期望方差都存在 就有3.19这个式子 就是样本均值的期望 和样本均值的方差 以及3.20样本方差的数学期望 那么这三个公式呢 可以证明 也可以把它 就是证明的过程呢 咱们可以自己呢 演算一下 就是构造谁呀 构造一下样本均值 你想想这谁呀 它就是n分之一 然后呢 是sigma的i从1到n 大xi 这些x们呢 它们是相互独立的 又与总体呢 是同分布的 所以你想一想 哦 它求个数学期望 就是这个地方 求一个数学期望 那显然 这个地方是n个变量相加 再除个n 那就是谁呀 它们是同分布呀 又独立呀 所以就是谁呀 就是e的xi 而xi跟总体没差别呀 就是ex等于多少呀 等于这个m 好 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公式 那么第二个呢 你想一想 d的x一环呢 d的x一环 那就是d的 然后呢 是n分之一 然后呢 是sigma i从1到n 大xi 好 这个地方呢 常数提走 提个平方 所以是n的平方分之一 它提走了 然后呢 是n个相加 再乘个n 然后呢 来一个谁呀 d的xi 所以显然等于 n分之一的dx 那么dx就是谁呀 sigma 所以显然等于 n分之一 sigma 所以这样呢 就把第二个公式 证出来了 我们书上呢 有第三个公式的证明 这个呢 在咱们教材上 是有的 书上有证明 所以第三个呢 咱们不再去单独 去证它了 很容易证明 但是呢 你得把它记下来看 以后提到 亚美均值 亚美方差 期望方差 就是这个结论 好 这是咱们说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基本概念 尤其是什么呢 第五个 常用的统计量 和第六个 常用统计量的 书的特征 重要 再往下 第二个问题 三大抽样分布 现在第一个 叫做卡方分布 来看一下 什么叫卡方分布呢 在书上翻 就是138亿 卡方分布 开定义 X1XXN 一相互独立 且都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N01 咱们相互独立 又都是标准正态分布 则 X1方 X2方 XN方 它们相加的 就服从什么呀 相加的结果 就服从自由度为N的卡方分布 所谓的自由度指的什么呢 自由度就是指的 有多少个平方向相加 自由度就是几 那现在呢 是N个平方和相加 那就指的什么呀 自由度为N嘛 所以自由度为N的卡方分布 即为X1方 X2方 XN方 就服从自由度是N的卡方分布 我们书上呢 对于卡方分布的概率密度 写出来了 在138页 3.2这个式子 你会看到 卡方分布的概率密度 很复杂 要用到干嘛函数 而庆幸的是 我们都不需要记 这三大抽样分布的概率密度 一个都不用记 卡方分布概率密度不用记 T分布概率密度不用记 F分布概率密度也不用记 但是呢 虽然不用记这个 它的表达式呢 但是它的概率密度的图形 最好还是了解一下 你像这个卡方分布 一般怎么画呀 卡方分布 它的这个图 好 虽然精确的表达式呢 咱们是不要求的 但是呢 概率密度最好是了解一下 是这个趋势哈 这就是卡方分布的 密度曲线 是这样 先增上去 再减下来 好 这是卡方分布 第二个 卡方分布的上阿发分位点 什么叫上阿发分位点呢 关于上阿发分位点 在咱们书上呢 一开始 是在第四章 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 咱们看一下哈 卡方分布 就是一开始这个分位数 在118页 118页的38题 是介绍了这个所谓的分位数 或者说呢 叫下阿发分位数 或者说呢 叫上阿发分位数 38题 有它的最开始的说法 如今呢 这个是阿发分位点 主要呢 就是在统计学中用一下 来咱们看一下 什么叫上阿发分位点呢 它指的这个意思 如果真的有个数 叫做谁呢 卡方阿发 阿发 阿发 好 什么意思呢 这个数以右的概率 那么概率呢 就是指的什么呀 概率自然是指的 概率密度 与X轴 围成图形的面积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面积是阿发 那就是说什么呢 好 如果我的随机变量 如果我的随机变量呢 大于这个数的概率 那咱们看 大于这个数的概率 卡方 它大于这个数 卡方阿发 N 好 注意这个就是个数 它只是个数 它是一个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嘛 随机变量大于这个数的概率 如果等于多少呢 如果刚好等于这个阿发的话 就这个下角标阿发 等于阿发 我们就称这个数 称这个数 卡方阿发 称这个数 是什么呀 是我卡方分布的 上阿发分位数 也叫分位点 一样 分位点或者分位数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 上阿发分位点的概念 就是指的 注意这是一个数 你不要被这个写法所迷惑了 这只是一个数 就是说 我的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 取值超过这个数的概率 如果达到阿发 我就称这个数 是我的上阿发分位数 就这样来谈谈嘛 以右的面积 为阿发 称这个数 叫做它的分位数 再往下 卡方分布的性质 重要 在书上就是139页的3.4 和3.5 两个结论 一个就是数学期望和方差 第二个就是可加性 看 如果随机变量大个字 服从 自由度是N的卡方分布 那么 它的数学期望 是等于自由度N 方差是等于 二倍的自由度 2N 这个结论可以证明 咱们书上有 证明咱们略量 咱们直接把它记住 以后呢 就是直接用 证明呢 可以参考书上有 看 好 第一个结论 卡方分布的期望和方差 第二个 如果X 服从 自由度是N1的卡方分布 Y呢 服从 自由度是N2的卡方分布 并且 X怎么样啊 相互独立 那么 那么 X加Y加的结果将服从 自由度是N1加N2的卡方分布 你记住 从我们这一章开始 实际上呢 从上一章开始 研究的问题都是建立在什么呀 独立的基础上 所以咱们一开始说 独立性是概念论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尤其是统计学中 到处都是独立 如果不独立 什么都做不了 什么结论都没有 所以呢 这个倒全部是独立 好 相互独立的卡方分布 具有可加 就是自由度 相加在了一起 那么这就是咱们对于卡方分布做的三点说明 一定义 二分位点 三 它的性质 再往下 T分布 来看一下 什么叫T分布呢 看定义 如果大X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大Y服从自由度是N的卡方分布 且怎么样 又得是独立 所有的情况都得独立 好 咱们两个独立 则X除以谁呢 除以根号下 Y除个N 这个除的结果 这个表达是 干什么呢 它将服从自由度为N的T分布 即为 这个表达是 服从TN 好 我们再看一下 T分布怎么构造的 分子 X是标准正态 分母是一个根号 根号里边有个大Y除个N 大Y是服从自由度是N的卡方分布 由于它的自由度是N 所以除个谁呀 所以知道除的也是N哈 自由度是几的卡方 就要除上那个几 你自由度是N 所以除个N 那么这个表达是呢 整体就服从了 自由度是N的T分布 T分布 那么对于T分布呢 它的干领密度 干领密度的表达是 咱们数上也有 就是141 3.9这个是的 但是呢 咱们不要 咱们呢 不要表达是 但是呢 T分布的 干领密度的图形 大致还是了解一下 它是一个偶函数 是一个偶函数 好 这就是T分布呀 这就是T分布呀 它的概率密度的一个大致的走势 和偶函数 那么同样咱们看 它的分位点咱们规定看 一样 就是这个数叫TN 这个数以右的面积 如果是α 我们就称这个数叫做T分布的上α分位数 那写开就是说P 那随机变量 假如说叫做大X 咱们看书 假如说 一个变量叫做 咱们写的是谁呀 叫大X吧 除上根号像 大Y除个N 好 它是服从T分布的 如果这个变量大于 这个数的概率 等于个α 我们就称同样呢 这是数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随机变量 一个随机变量 取值大于这个数的概率 如果达到α的话 我们自然就称 这个数叫谁呢 TαN 是 什么呀 是我T分布的 是我T分布的 上α分位点 也可以叫做 上α分位数 所以都是一个概念 都是指的 随机变量 大于这个数 大于这个数 就是指什么呀 就是指的 这个数 以U和 甘利密度 所围成的 图形的面积 如果达到α 那么这个数 这个分界点 就是我们的 上α分位点 好 这是T分布的分位点 再往下 T分布的性质 来看一下 T分布的 概念密度 是一个 偶函数 并且 当自由度 N充分大时 T分布的分布 就近似于什么呀 标准正态分布 你从我们书上 也看得很清楚 书上的图 6.8 这个图 141 图6-8 你看到了 有自由度 N取2 N取9 N取25 以及N取 N取 无穷大的情况下 这四种情形下 我们书上给了 T分布的 概念密度 函数 所以你看到了 只要自由度越大 它那个图形 越来越接近于谁呀 接近于标准正态 概念密度的曲线 所以呢 这个得知道 它是偶函数 自由度越大 越接近于标准正态 好 这是T分布的定义 上R8分位点 和它的性质 最后一个 F分布 它的定义 它的分位点 和它的性质 来看定义 假设X服从 自由度是N1的卡方 Y服从自由度N2的卡方 且怎么样啊 相互独立 都得独立 好 咱们两个都是卡方 且独立 那么 X除自己的自由度 再除上Y除自己的自由度 这个结果 除的结果 服从 第一自由度叫N1 第二自由度叫N2的 F分布 所以来看一下 F分布 它的构成就是 分子式卡方 除自由度 分母还是卡方 除自由度 那么这个地方 整个结果放在一起 就称之为 就称之为 第一自由度 就是指的谁呢 第一自由度 就是指的分子 卡方的自由度 第二自由度 就是指的分母Y 卡方的自由度 看 所以有两个自由度 那就既为 它服从 大F N1 斗号N2 N1N2 分布 叫做它的自由度 那么关于F分布 它的概率密度 曲线更复杂 再除上141 第15个式子 3.15 同样呢 咱们不要求大家 去记F分布的 这个所谓的 概率密度的表达式 我们只要了解一下 什么呢 它的概率密度的 曲线就行了 它大致跟卡方 有点像 就是F分布 第二自由度N1 第二自由度N2 所谓的分位数 完全一样 就是指的呢 大于这个数 大于这个数 就是指这个数 以右 这个数以右 以右 和概率密度 围成的 图形的面积 如果是α 我们就称这个数 叫做我的 上α方位数 那就是X比N1 再除Y比N2 如果大于这个数 叫做大F αN1 逗号N2 大于它的概率 如果达到α的话 那同样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数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随机变量 就是指 随机变量 取值 大于这个数的 概率是α 我们就称 这个数 叫大F α N1 逗号N2 这个数 是我 是F分母 A1 N2 的上α 分位点 也叫分位数 所以你看到了 这个T分母 这个卡方分母 T分母 F分母 三大分母的分位数 都是完全一样的 看 这是F分母 它的分位点 看到了性质 来 如果F 如果一个量 它自己是服从 第一自由度是N1 第二自由度是N2 的F分母 那么对它 取个倒数 取的结果 就是谁呢 就是自由度 点到一下 第一自由度 变成N2 第二自由度 变成N1的F分母 很容易理解呀 大家想一想 如果第一自由度 是N1 第二自由度 是N2的话 相当于什么呢 你看 如果第一自由度 是N1 相当于分子 是有分子 是N1的卡方 分母是N2的卡方 如果你对它 取个倒数呢 你对它 取个倒数的话 是不是分母 做分子 分子做分母了呀 那显然 那是不是 自由度 刚好颠倒了一下来呀 所以这个结论呢 显然成立的哈 是N1的卡方